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对方见我脸色不好 直到出了事 善解人意地给了我回电话的时间 童小燕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抓狂 她竟然说她儿子出了车祸 她得去陪儿子 要我要么赶回去 要么另外请人照顾老爸 这叫什么话 我气得几乎要摔了手机 一改知性优雅的形象 颇妇一样对着手机口不择言 童小燕 你还是不是人 我哪一点对不住你 让你在我爸病重的时候撂挑子 还编个儿子出车祸的理由 你咋不说你妈要出病呢 烂人 骂归骂 保姆一走 我总不能把老爸丢医院不管吧 为了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去 我只好忍痛把 跟了半年的项目交给别人 迅速收拾了行李直奔高铁站 一路上我的心有多痛 对童小燕的恨就有多深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出钱请了保姆 隔三差五打个电话 生日年节网购各种礼物送到家 我爸就能安享晚年 可现在 童小燕的府邸抽薪 把我的云阳牢打回原形 我不得不兵荒马乱赶回去收拾烂摊子 我紧赶慢赶赶到医院 我爸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 一米七几的个子瘦成了干柴 身上连接着各种管子 床边的仪器发出嗡嗡嘀嘀的声音 让人更加心慌 见我回来 他浑浊的眼神骤然明亮起来 颤抖着伸出手 吸动着嘴唇 想要说什么 我赶紧一把握住 喉咙发梗 爸 我回来了 瑞啊 爸有事 想跟你说 我爸艰难地开口 嘴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烂苹果味 这正是糖尿病患者的特征 你说 我眼里蒙上一层水雾 心头涌上一丝不祥的预感 二十多年的老糖尿病 并发症引起了心肾衰竭 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 这一次 只怕难了 我爸抖抖素素在枕头下 摸出一个红本递给我 我狐疑地打开一看 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我爸和童小燕居然领证结婚了 我看了下登记时间 居然已是半年前 他们居然瞒得死死的 一点口风都没露出来 一时间 惊 疑 疾 怒 各种情绪在我心头奔涌着 我气急败坏 冲口而出吼道 她不是你老婆吗 怎么人好的时候图钱 病的时候 就撒手不管了 骗子 都妈的骗子 想起我妈 想起我舍弃的项目 想起我长途奔波 一回来 就给我这么大一个炸雷 凭什么呀 去她的风度气质 此刻 我只是一个被欺骗的女儿 不管老爸是73还是37 我都是他女儿 他都不该骗我 我完全失了理智 感觉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的愤怒 最后抱了粗口 我爸望着我 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话 我叫关蕊 湖南人 在广州一家知名企业做销售 像男人一样 应酬斗狠 为一个项目绞尽脑汁 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像一粒尘埃 被时代的风暴裹挟着前行 不敢有半点松弛 高效率对应的是高工资 我在这寸土寸金的城市买了房 买了车 扎了根 我一直想要爸妈把长沙的房子卖了 搬来和我同住 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住在一起 也好彼此有个照应 可老人总是故土难离 那时我妈还在 我也就游着他们了 早几年 我妈突发心梗去世 留下患糖尿病的老爸 我总放心不下 可老爸却说 家里有老妈的味道 怎么也不肯跟我走 而我的事业和人脉都在广州 也不愿意回湖南从头再来 一时不知怎么办了 这些年家里的事情 都是我妈在打理 我爸的自理能力很差 加上怕她突发低血糖 没人照顾 想来想去 我只好给她请个住家保姆 想到网上的各种保姆 与空巢老人的传闻 我决定找个年轻 又有家有口的女人 来照顾我爸 就像网上说的 这样的女人 总不会图一个老头不洗澡吧 在家政公司千挑万选后 我相中了童小燕 一个和我同龄 有一个两岁儿子的女人 童小燕模样憨厚 手脚麻利 她老公是个快递员 两人都来自农村 儿子由婆婆带着 在长沙租房居住 我还特意识了 她做的菜挺好吃的 这不正符合我的选择标准吗 于是我当即拍板 请童小燕做了住家保姆 费用由我按月支付 还别说 在童小燕的照顾下 我爸的气色明显好起来 血压血糖也渐渐平稳下来 连住院的次数都少了 后方安稳 我放下心来 全身心打拼我的事业 对老爸实施流行的云养老 除了视频聊天 就只管转账和网购的礼物到位 做起了云孝女 本以为童小燕会安安分分地照顾我爸 谁知她也打了歪主意 哄着我爸一个重病缠身的老头子 和他领了证 这动机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做戏做全套也就罢了 天天他在我爸最艰难的时刻 丢到医院不管了 甚至都不肯等到我回来再撤 这还是人干的事吗 我越想越气 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却倔强地不肯让他掉下来 我爸似乎就是吊着一口气等我回来 当天晚上就陷入了昏迷 再也没有醒来 妈没了 爸也没了 我成孤儿了 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耳边不断回响韩红的那首歌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我爸的老同事老朋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 纷纷表示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可这些老人退休天各一方 加个年纪都大了 要去一起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为了等他们 我只好把我爸留在殡仪馆 等他们来了再火化 过了几天 殡仪馆打来电话 说一个叫童小燕的人 以遗孀的身份 要求将我爸火化 问我怎么回事 我连忙赶过去 只见童小燕手里 拿着那本该死的结婚证 示威示的和工作人员吵 睁大你们的狗眼瞧瞧 我是他老婆 凭什么不让火化 此刻的童小燕 跟平时的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光洁饱满的脸凹陷进去 双眼红肿 眼里布满血丝 头发油腻腻地贴在脑门 裹着一层白花花的头皮屑 一看就好久没打理了 凭什么 就凭我这个女儿不答应 我轻蔑地瞥了她一眼 你这结婚证怎么来的 你心里有数 别惹得我接你牢底 对这样寡怜少耻的女人 我不想跟她废话 从工作人员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 她们这个年龄 与我相仿 身份却是我妈的女人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是啊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要说是真爱 谁会信呢 听我这么说 童小燕 把结婚证一收 将散落到脸颊的头发 捋到脑后 冷笑道 行啊 不火化就不火化吧 不过作为你爸的老婆 我和你一样 享有继承权 你把那一半遗产 分给我就是 这个蛇蟹女人 每月拿着我四千多的保姆费 不知从我爸那还捞到了多少好处 在我爸生命的最后关头撒手不管 现在又跳出来要分遗产 真不要脸 我气得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恶狠狠地吼道 你就是个骗子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回到家 我越想越气 想看看我爸到底还有多少钱 是不是都被这女人哄了去 打开保险柜 在房本 工资卡 和一堆证件下面 我看到一张叠好的第四纸 我拿出来一看 是一份协议书 上面明确写着 童小燕为了让儿子进我们小区对应的名校上学 和我爸领证 做名义上的夫妻 两人各自的财产互不干涉 童小燕自愿服侍 我爸到牢 我们仍给薪酬 后面是我爸和童小燕的签名 还有落款日期 就是领结婚证的前一天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如果不是有所图 他怎么可能跟我爸结婚 原来是图我家学区房的指标啊 都签了协议了 怎么还有脸来分遗产 我把协议书放进包里 去就近的律师事务所咨询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理由要分遗产 律师听了我的诉求 推了推眼镜跟我分析 虽然童小燕和我爸的婚姻 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可结婚证是受法律保护的 说白了 即便有这个婚前协议 童小燕一样有分割遗产的权利 这是合理合法的 听到律师肯定的答复 我感觉肠子都打结了 我那善良了一辈子的老爸 一定是为了让童小燕的儿子顺利上学 才答应和他领个证 好让孩子尽名笑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 他的一次心软 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 我还没从这世中回过神来 就收到法院的传票 童小燕以维护他和肚里孩子的 继承权为由 把我告了 肚里孩子 我被气笑了 我爸一生正直 又是老糖尿病患者 早在我妈在世时 就已累积自主神经 别说他不会干这缺德事 就是有这个心 只怕身体素质也不允许啊 这脏水泼的 简直就是现代版农夫羽舌呀 我之前还有点花钱消灾 吃个哑巴亏的想法 被童小燕这一告 我决心给我爸出口气 不能让他的身后名受人诟病 说他为老不尊 我把童小燕约出来 指着他的肚子说 要钱可以 为你肚里孩子争财产也可以 你别以为我爸不在人世了 就可以任你胡说八道 别忘了童父异母的姐弟 也是可以验DNA的 如果以后证明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看我怎么告你 童小燕一愣张着嘴看着我 脸色由白转红 又变成清白 身子也有些发抖起来 我拿出那份邪意 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爸从没亏待过你 我爸甚至为了你的孩子 能顺利上学 答应了你的无理要求 现在我爸不在了 你为什么还要辱他清白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童小燕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半晌才轻声问了句 我去撤诉 你可以分我遗产吗 你只管去告啊 我彻底怒了 天底下怎么有这样无耻的人 忍不住吼道 我每个月给你的工资 我都有转账记录 我要把这事报到网上 让全国人民帮我评评理 看这样两头吃对不对 童小燕显然被我吓着了 她惶恐地看着我 突然 她双膝一软 跪倒在我脚下 我吓得往后一跳 不知道她又要玩什么花招 乖小姐 我知道我过分了 可我 真是没办法呀 童小燕趴在地上 掩面而泣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吧 什么孩子 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我脑子一时拐不过弯来 童小燕哭着告诉我 他们两口子都是农村来的 没读多少书 所以总希望自己孩子 以后能多读点书 特别是这几年 在城里打工的经历 让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 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天差地别 都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而名校 无疑是更优质的起跑线 可这几年上学分区分得很细 没有学区房的孩子 很难进对应的学校 为了让儿子顺利进名校 童小燕和老公求我爸帮忙 他们先离婚 再让童小燕和我爸假结婚 让她儿子有进名校的资格 我当时也觉得有点尴尬 可以想到为了儿子 又觉得怎么着都是值得的 而且我在你家待了几年 你爸一直拿我当女儿对待 我和老公也都放心 童小燕哭诉着 我们还签了协议 你爸的财产是他的 与我无关 可谁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啊 原来我爸病情恶化住院后 童小燕的儿子出了车祸 受了重伤 而且照市车辆逃逸 连医疗费都得自己出 因为年迈的婆婆听不懂 也不会讲普通话 童小燕只好丢下我爸 去照顾儿子 他抹了把泪说 我当时想 你爸没有我还能请护工 可我儿子只有我这个妈妈 孩子的治疗费就是个吞金兽 不久 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了 还借遍了外债 眼看着医院的 催款膳血片势的飞来 儿子的康复还遥遥无期 童小燕又查出怀了二胎 为了两个孩子的未来 他想到了一条捷径 分割我爸的遗产 他知道我爸退休工资高 生病也有医保报销 我平时也舍得给钱给物 爸手里有存款 还有这套学区房 能分到一部分 也能让他们两口子少奋斗十年以上了 于是他以遗孀的身份去火化遗体 想拿着火化证等证明 先去我爸单位领了安葬费 给儿子交医药费 火化的事被我阻止后 他又以分割遗产为由 把我告上法庭 本以为我顾及面子会由他摆布 没想到我一下戳穿了他的把戏 还说要把这事发到网上 童小燕怕了 哀求我说 关小姐 是我对不起你爸 我不怕丢脸 可我不想我儿子被人戳几亮骨 求求你 别发网上了好吗 我 我只是想救我儿子 才想了这么个馊主意的呀 他抱着我的腿大哭 眼泪落在我的皮肤上 滚烫滚烫的 把我心头的尖冰 烫出一个大洞 为了孩子 天下有多少父母 是为了孩子啊 我爸为了不给我添麻烦 应愿一个人待在老家 每次打电话 都是报喜不报忧 我以为电话到了 彩礼到了 就是对老人尽职尽责孝顺了 却没想到 经济需求之外 还有精神上的陪伴 特别是像我爸这样 不缺钱的老人 更注重精神上的慰藉 童小燕的陪伴 让我爸爸对我的思念 和爱转移到了 他身上 才会为了帮他的忙 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 和他领了证 还不跟我说 这才引出了后面 一连串的事 我想 如果我对我爸 多一点关心 应该早就知道这些 也不至于在他临终时 还朝他大喊大叫 冲他发火吧 那个时候 他该有多伤心啊 想到这里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哽咽着 对童小燕说 房子是我爸妈的 我想留着做个念想 我爸的存款有76万 我给你26万吧 谢谢你这几年 代替我照顾他 你看行不 行 童小燕朝我磕了个头 如果不是为儿子治病 我也不会打这个主意 谢谢你 我拉起他 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